团市委书记到县城当副书记 还是属于兼职使用 对这个问题 有很多朋友一知半解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 团市委书记调任县委副书记 很多人看到这条消息 在第一印象中会觉得 这位团市委书记是不是被降职使用呢 因为一般情况下 团市委书记的级别 是政府及领导干部 相当于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的级别 但是县委副书记的行政级别 一般情况下是副县级 正处级的团市委书记 来担任县委副书记 很多人觉得很显然 这位团市委书记是被贬值的 如果你这样想 那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县委副书记 并不一定意味着 是副处级领导干部 一般情况下 县长如果不是非党 或者是民主党派人士 通常情况下 都会兼任县委副书记 如果县长兼任县委副书记 县长的行政级别就是正处级 因此 领导干部的行政级别 和领导干部的职务 并不一定能够一一对应 在现实生活中 还有一部分县委书记 是副厅级领导干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是因为 有些县委书记 兼任市委常委 市委常委的级别 是副厅级 因此 千万不要看到 县委副书记 有一个副字 就觉得 他一定是副处级 展开全文其次 团收委书记 调任县委副书记 并提名县长人选 最关键的词在于后六个字 提名县长人选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 只要是通过了县人大会的任命 县委副书记 就会担任县长 而县长的职务 属于是正处级领导干部 和团收委书记的行政级别一样大 从这个角度 虽然说 这位团室委书记 现在只是担任县委副书记 但很快就会转正 成为一县职长 因此 这种调度 根本不会影响个人的行政级别 甚至很多时候 团室委书记 调任县委副书记 在提拔为县长之前 还会保留正处级待遇 在此 团室委书记 提拔为县长之后 二者的行政级别 是一样大的 但实际上 从团委的岗位上 转岗到县政府的岗位 从团委书记 转岗为县长 虽然说 行政级别没有变化 但实际上 属于是提拔升迁 这是因为 县长的权力 远远大于团室委书记的权力 成为县长之后 前途远大 虽然级别相同 但在很多人看来 这明显是提拔了 对此 你怎么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的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